我遭遇了一场火灾被烧得面目全非 濒临死亡时身为权威 医生的老婆拿走了我的心脏 只因为她的初恋得心脏病快要死了 而我的心脏刚好和她匹配 她就不管不顾掏走了我的心脏 后来我的尸体无人认领 医院给老婆打电话通知时 她整个人都疯了 对着我的尸体哭得撕心裂肺 我不知道那是你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 无情地带走了我的生命 我永远忘不了皮肤被大火烤化的感觉 也永远忘不了 心脏被生前最爱的女人剥夺而去的痛苦 生命彻底结束后 我的灵魂飞到了妻子温雅的身边 我看见我的肉体躺在手术台上 浑身被大火烧得焦黑 原本俊美的脸也被烧得面目全非 我的旁边则躺着妻子温雅的初恋 她叫廖文患有后天性心脏病 温雅双手捧着刚从我身体里掏出来的鲜活心脏 站在她旁边 她目光柔情似水担忧地盯着廖文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温雅这浮温柔的模样 我和她是相亲认识 至今结婚八年 她也对我冷嘲热讽了八年 在她眼里我做什么都是不对的 她讨厌我还来不及 更别说用这样的眼神看我了 一想到这里 我的心就泛起密密麻麻的疼痛 阿文我终于找到和你匹配的心脏源了 你放心我一定把你救活 温雅的声音轻飘飘地落进我耳朵里 我的妻子亲手掏走我的心脏 拒救她的初恋 是个人听了都觉得我很可怜吧 我也觉得我可怜极了 当了八年舔狗不仅什么都没得到 死后还没落个全尸 这时温雅旁边的护士突然出生 温医生没有经过病人家属允许 就拿走了她的心脏会不会不太好 而且这位病人的名字 和你丈夫一样也叫正阳你 不确认一下吗 伴随着护士的声音 我也紧张地望向温雅 试图在她脸上找到一丝动容 可是没有她反而不耐烦道 正阳就是个小白脸 她每天都在家给我做饭 怎么可能是她死了 还有我才是主治医生 我想怎样就怎样 到时候你把这病人的胸腔缝合起来 不就行了 家属也不会知道心脏没了 护士似乎是觉得她的话很离谱 为难地看着她 这温雅瞪了她一眼 她反正都是死与其心脏被火化 还不如拿出来做点善事 用来救人命 好了不要再说了 我要做手术了 这一刻我的心彻底碎了 温雅这段时间月经不正常 于是我专门辞职 在家照顾她 每天给她炖汤调理 我以为我做的这一切 她会感动 现在才知道在她心里 我这样的行为是个小白脸 廖文的手术进展得很顺利 温雅摘掉手套 松了一口气 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她全程都没看过一眼旁边的我 直接推着廖文出了手术室 原来我在她心里一点都不重要 我出事了 她竟然没认出来是我 我的眼泪顺着眼角滑落 我想去擦 可是什么也触碰不到 我忽得想起我死了 现在的我只是一缕魂破了 我跟着温雅飘出手术室 一路上她的眼神都没离开过廖文 看得出她很担心她 这样的担心我一次都没得到过 我记得之前有一次 我把熬了三个小时的汤 端到她面前 她看都不看一眼 直接打翻在地 当时我被鬼热的汤 汤的手臂劈开肉绽 她非但不心疼不担心我 还嫌弃地吐出一句笨死了 温雅把廖文刚退到病房 刚才在手术室的小护士 突然跑来了 温医生刚才那个被 大火烧出来的病人怎么处置啊 她家人一个也没来 还能怎么办 送去太平间啊 总有人会来认领的 温雅没好气地怒斥 小护士下的哆嗦 急忙退出了病房 看到这场面 我突然很想 知道温雅 如果知道我死了 会不会替我难过一下 但应该不可能吧 毕竟她这么讨厌我 两个小时后 廖文醒过来了温雅 全程都陪着她 小雅 她虚弱地患着 温雅急忙上前 拉住她的手心疼到阿文 你终于醒了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廖文摇摇头苍白的嘴唇 努力笑着 我以为我要死了呢 温雅就劝我 你把心脏捐出来 我给你换个人工心脏 充电的那种 也一样可以活下去的 我当时觉得太离谱了 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气子 你怎么不让廖文 安装人工心脏 我第一次对她动怒 她却没好气到 廖文的身体没你好 如果用人工心脏 会让她活得很累的 你身体更好 你就用人工心脏不行吗 我认为她的话 简直是天方夜谭 所以我直接拒绝了她 她去骂我自私恶毒 她说我眼看着一条 鲜活的生命快要失去 都不愿意拯救 那以后她整日不回家 每天就住医院里 陪着廖文 而我为了哄好她 每天就在家给她做饭 然后送到医院里 她每次都没有吃 全部都扔进了垃圾桶 我知道她是在用冷暴力 逼我浇出心脏 但我一直都没有松口 直到家里意外着火 我被大火火生生烧死 她想要的心脏终于得手了 别提郑阳那个恶心的人了 当下你把身体养好 才是最重要的 温雅说着眼神又转为温柔 廖文偷偷勾唇笑 眼底闪过一丝得意 但很快她又把这些情绪收起来 小声说到小雅 要不你还是回去哄哄她吧 廖文很清楚这样的话 只会让温雅更加讨厌我 她也不可能回家看我一眼 之前每一次 她都是靠着这个办法 让温雅不回家 让她讨厌远离我的 果不其然 温雅脸上染上了怒意 那个小白脸 就算是死了 我也不可能回去哄她 她那么自私恶毒 有心脏都不愿意交出来 活该她孤独 阿文你别帮她说话了 你就是太善良 太单纯了 说着她又突然捂着嘴 笑了起来 阿文你知道吗 今天那个被大火烧死的人 名字竟然和她一模一样 看来老天爷都在提醒她 不能太恶毒 不然就会遭报应 我看着她那副恶心的嘴脸 一想起自己曾经那么深爱她 我就觉得心里好难受好痛 这么多年的朝夕相处 换来的却是她这样的嫌弃 我真的就那样讨人厌吗 廖文脸上浮现 不太自然的震惊 真的啊 当然是真的等下次 她给我送饭的时候 我就告诉她 让她做人不能那么恶毒和自私 温雅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如果现在的我可以说话 我只想告诉她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给她送饭了 包括下辈子也不可能了 我生生世世都不想再认识她 温雅裴廖文一直到晚上才离开病房 走出病房的时候 她给我打了个电话 可是无人接听她脸上顿时浮现怒火 现在还敢不接电话了 她自言自语说着又开始给我发消息 以往我都是秒回 可这次她发过去过了好几分钟 我都没有回复 我当然不可能自恋到以为温雅联系我是关心我 她只不过是饿了想吃晚饭了 看我没有暗示来 所以才找我 毕竟在以往六点我就给她送上了香喷喷 热乎乎的饭菜 这时候成明突然给温雅来了电话 成明从小和我一起长大 是我最好的兄弟 之前她对于温雅和廖文之间的关系很看不惯 她找温雅说过很多次 说这样不对毕竟她是有家庭的人 可温雅每次都说 这是我的事轮得到你审判我吗 因此温雅很讨厌成明 当然成明也不喜欢她 两个人是属于一见面就会吵架的那种 所以温雅接通电话后很不耐烦 有屁快放 温雅你在哪里 你家里着火了你知道吗 我联系不到郑阳 她有没有在家里 成明着急地说着 温雅听到这话愣了一秒 眼神流露着我看不懂的情绪 我以为她会联想到今天手术台上的我 可她没有 她怒骂过去好啊 郑阳现在真是有本事了 为了让我回去 还联合你编造这种理由骗我 温雅你他妈是不是脑子有病 你家里真着火了啊 郑阳现在生死未卜 你难道一点都不担心吗 温雅吃笑我担心什么 她就算死在我面前 也不至于对我这样无情 但我低估了她的狠心 电话那头的成明像是气急了 她声音都吼破音了 我都给你说了真的着火了 现在消防员才把火灭了 我不想和你扯太多 你只需要告诉我 郑阳有没有联系过你 温雅没有回答她直接挂断了电话 看着被挂断的见面 她一个劲大骂什么狗玩意儿 敢和我大呼小叫 果然和郑阳一样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抽丝剥茧般的疼痛营绕我浑身 我疼得想哭却哭不出来了 原来人死了以后 连难过的资格都没有 这种感觉真的好难受 第二天我看到温雅又打了电话给我 剑依旧是无人接听 她恼怒地把我拉进了黑名单 现在晚上狱情故动了 是吧我才不会中招 说着这句话 她就把精心热好 等牛奶端到了廖文的病房里 她贴心地喂她喝 两个人亲密的 好似刚结婚的热恋小夫妻 我闭上眼睛不想再看 因为我觉得实在太恶心了 昨天的小护士突然又来了 她说温医生 我们找不到那位 烧伤病人家属的联系方式 要不要报警啊 温雅眉头紧皱报警干什么 联系不上就放在太平间就行了 实在不行 你先找她身上有没有 什么东西可以联系上家属 小护士拿出一颗很小的钻石 我们在病人的手心找到了这个 应该是一枚戒指 被火烧的纸上下钻石了 我一眼认出 那是我和温雅曾经的结婚戒指 当时家里突发火灾 我发现自己逃不出去了 我就把这枚戒指紧紧握在手里 当时我真的很想见一面温雅 这枚戒指是我亲手设计的温雅 也有一枚同款 我扫了一眼 她的双手光秃秃的 没有戴任何戒指 只有手腕处带了一根银手链 我记得那是 廖文送她的生日礼物 她宝贝极了 温雅拿过钻石随意看了一眼 就还给了小护士 哦 那你只能再想想其他办法吧 很显然她根本没认出 这是我的戒指 我的心愈发疼痛 我觉得我之前真是太可悲了 竟然为了这样一个女人 付出自己的一切 如果能够重来 我一定选择不要认识温雅 小雅你还带着我送给你的手链啊 郑阳知道的话会不会不开心 小护士离开后廖文突然出声 温雅一脸不悦 她有什么权利不开心 我想戴什么就戴什么 说着她又含情默默地看着廖文 阿文你真的太善良了 总是考虑别人的感受 小雅我就是怕你夹在中间为难 你还是把你的戒指戴上吧 不然郑阳肯定不开心 廖文一副很理解人的样子 我才不戴那个戒指 我一点都不喜欢 我早就扔了 哪怕是在心里对温雅失望了无数次 可在亲耳听到她 把我精心设计的戒指扔了时 我难受地想大声质问她为什么 为什么不喜欢还要接受啊 为什么不爱我又要和我结婚 早知道是这种结局 我宁愿一辈子都不结婚 可我忘了现在的我 已经死了我连哭都哭不出了 更别说质问她 廖文得到满意的答复后 又转变话题开心地说 小雅我中午想吃你做的排骨汤 你可以给我做吗 可温雅听了这话后没有回应她 她像是在想什么 心不在焉地打开手机 翻看了一下微信 我看见她看的是和我的对话框 她给我设置了免打扰 她发给我最后几条消息是在昨天 你死哪去了 长本事了 现在都学会不理人了 正阳我谢你三分钟内回消息 不然我们就离婚 快点 可是过去了好几个小时 我也没有回复她 此刻她烦躁地关掉手机 廖文看出了她的不对劲 握紧了备单试探的吻 小雅你怎么了 温雅扯出很难看的笑没事 可在过了十多分钟后 她彻底忍不住了 直接到门外拨打了成明的电话 你们闹够了吗 你告诉正阳别给脸不要脸 赶紧给我回电话 温雅你真他妈有病 真他妈是个疯子 你为什么不回去看看正阳 为什么每天都不回家 你知不知道正阳在家给你做饭 被大火烧死了 他还被消防员送到了你们医院 你不是权威医生吗 为什么不救他 成明愤怒的情绪中夹杂着哭声 一个大男人为了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温雅听到这话直接愣在了原地 我看到他脸上满是震惊 他却还是一口咬着不放怎么可能 现在又用死来威胁我回家了是吧 本来就是他有错在先 他自己那么自私不给心脏 你告诉他 只要现在过来给我道歉 我就原谅他 我捏紧了拳头 如果可以 我恨不得冲上去狠狠给温雅一巴掌 都到现在了 他竟然还是不相信我出车祸了 明明他只要再多问一句 多看我一眼的尸体 他一定会知道 我去世了 可他什么都没做 满眼都是撂闻 果然啊 不被爱的人 做什么都是错的 做什么都不会被关心 道歉 电话那头的成明冷笑一声 想要道歉的话 先把郑阳的尸体领取到 温雅 郑阳现在就在你们医院的太平间里 他已经扛了两天两夜 没有人领取 你一个做妻子的 而且又是在这家医院上班 你竟然不知道自己的老公去世了 你可真是个好妻子啊 成明嘲讽完直接挂断了电话 我知道他是在故意刺激温雅 想让他去把我的尸体领取了 因为只有家属才可以领取尸体 他一个朋友没办法领取 果不其然 温雅手颤抖着在通讯路翻来翻去 这时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打来 是那个小护士的声音 温医生 那天被火烧死的人 就是你的老公郑阳 一句话好似晴天霹雳 狠狠记在温雅的头顶 他往后退了一步 你 你说什么 小护士的声音很小 我找地方修好了郑阳的手机 发现他老婆的电话号码就是你 而且我还在他备忘录里看到 说等到你生日的时候 想送你一辆车温医生 你别太难过 都是意外 小护士的话还会说完 温雅的手机啪哒一声砸在地上 他脸色煞白 嘴里说着不可能 这时病房里的廖文走了出来 看到温雅这服模样 他急忙问 小雅 出什么事了 温雅的眼泪独眶而出 他满脸都是痛苦 阿文 正扬眉了 他死了 那天被我亲手掏走心脏的病人 就是他 温雅已经没办法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整个人瘫坐在地上 廖文也许是没想到 温雅会因为我的死反应这么大 他眼底闪过恨意 不过只是一瞬间的事 他很快收回自己的情绪 努力挤出眼泪 抱着温雅 怎么会 怎么会呢 我的心脏真的是正阳的吗 这样的话 我还不如去死 小雅你把我的心脏拿出来还给他 说着 他故作撕扯自己的衣服 温雅急忙按住他的手 哽咽着 阿文 不怪你 怪我 是我亲手掏走了正阳的心脏 说着说着 他又崩溃地哭了起来 廖文一直安慰他 他也听不进去了 他从地上爬起来 跌跌撞撞地往太平间冲去 一路上 他摔了好多次 他早上盘好的头发也散了 此刻看起来像个疯子一样 我没想到我的死也会让他慌张 他不是不爱我吗 温雅到太平间的时候 我看到成明蹲在那里 眼睛都哭肿了 他激笑着看着温雅 温医生 终于舍得来看看正阳了 温雅没有理会他 直接冲进太平间 找到了我的尸体 在看到我面目全非的尸体和左胸口处那缝合的歪歪扭扭的伤口时 他狠狠摔坐在地上 他拉着我的手 哭得歇斯底里 正阳 你醒醒 你别吓我 你不是还要给我做饭吃吗 我很喜欢吃 我不到了 你快起来给我做成明在旁边也是眼睛通红 他捏着拳头怒声质问 听说你亲手掏走了正阳的心脏给初恋啊 温雅 你真的好狠心 我没有 温雅哭的声音都嘶哑了 你门心自问 正阳这些年为你付出了多少 他为了你放弃出国工作的机会 整天给你炖汤 就是为了让你的身体好起来 他为了你三十岁生日 攒了四五年的积蓄 就是为了给你买你最喜欢的那样车 你却还要掏走他的心脏 成明气的脖子上的青筋都抱起了 他的话一点点击碎了摊坐在地上的温雅 温雅哭着抱住我的尸体 对不起 我不知道那是你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以为只是同名啊 可再多的对不起 也换不回我了 我飘在空中 突然觉得好奇怪啊 看着他哭 我竟然觉得无感了 我记得以前别说是他哭了 就连他不开心 我都觉得心疼极了 成名不顾温雅的阻拦 直接带走了我的尸体 我从小父母就去世了 没有其他亲人 所以他替我操办了葬礼 请了很多我以前的同学 他买了很多白色的菊花装饰葬礼 还买了我生前舍不得买的新款手机 他一边给我烧纸 一边哭着说 我就说让你和那贱人早点离婚 你非不听 你看老子对你多好 新款手机都给你买了 你小子能不能睁开眼睛看看我啊 我看得眼睛酸涩无比 此刻我真的好想告诉他 我后悔了 我后悔当初没有听他的话 这时 温雅挽着廖文走了进来 成名见到他们 就走上前拦着 没有任何好态度的说 郑阳还没下葬 你就带着新男友来了 温雅 你要点脸行吗 温雅眼睛红肿 声音嘶哑 我只是想来送郑阳最后一程 我对不起他 成名一直都是个好脾气的人 之前温雅和廖文在怎么亲亲我我 他也只是骂一下 没有真正动过手 可此刻 我看见他直接冲上去一拳将廖文温在地上 温雅吓得脸都白了 他尖叫着 阿文 廖文捂着脸很生气的样子 但在看到温雅的时候 又装回那副可怜的模样 我知道你是郑阳的好朋友 我拥有他心脏 你对我有恨也是正常的 可我没办法 如果可以 我宁愿去死 也不会接受他的心脏 不 不是你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我当时并不知道那是郑阳 所以我才掏走了心脏 擅作主张给了你 阿文 你是无辜的温雅急忙帮廖文解释 我看得恶心极了 承明气得拎住廖文的衣领 温雅 你搞清楚谁才是你的老公 你现在在你老公的葬礼上 维护其他男人 况且正阳生前还对你那么好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承明恼怒的说着 拳头还没碰到廖文 他就捂着胸口 很不舒服的样子 如果不是我在空中有上帝视角 我都相信了他的眼睛 温雅情急之下给了承明一巴掌 一瞬间 全场都安静了下来 我看得心凉透了 即使在这种场合下 温雅最担心的人还是廖文 躺在地上的廖文竟然还在偷笑 我恨不得冲上去打死他 承明捂着脸冷笑一声 温医生 真有你的 做得好 继续维护这个小白脸 对不起 我 我不是故意的温雅结结巴巴的说着 承明没有和他继续争执 只是拿出了我生前的手机 这是医院的护士交给我的 温雅你知道吗 正阳备忘录里寄满了你喜欢吃的东西 他还下载了记账软件 全部支出都是为了你买的 生怕你吃的不好 每天一大早就要去城中心的商场超市里 买最好的食材给你做饭 而你呢 把这些饭菜都扔进了垃圾桶这些事 我曾经都对承明说过 他骂我是个舔狗 那时候我还无所谓的笑着 没关系 总有一天 他看得见我的好 可我忘了 没有心的人 永远不会被感化 温雅被承明对得再也说不出话了 他低着头 唯一能说出的只有对不起 可他做过的错事 是一句对不起就能赎罪的吗 这时候 警察突然闯入了墓园 谁是廖文 廖文看到他们爬起来就想跑 可哪里跑得过警察 警察一把将他扣下 温雅不明所以 想去阻拦警察 警官 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 成名轻笑出声 温雅 你口中的可怜男人 是个杀人犯 你知道他都做了什么吗 他放火烧死了正阳 只为了得到他的心脏 早就在正阳去世的时候 我就已经查到了你们家附近的监控 廖文挺聪明的 故意损坏的那些监控 不过聪明反被聪明误 就是因为这一点 我才想到一定是有人故意纵火 所以我花高价修复了监控视频 这下轮到我愣住了 我没想到那场我以为的意外 竟然是人为 我看向廖文 他低着头一句话也不敢说 只有温雅还在帮他狡辩 不可能 你胡说 阿文不是这样的人 都这种时候了 你还在帮这个男人说话 温雅 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 成名满脸都是愤怒 在场的人都在议论纷纷 大多都是替我抱不平的话 觉得我可怜 我也觉得我挺可怜的 死得那么惨 死后还被自己的妻子绿得这么离谱 我这一生 真的太可怜了 这时候警察终于看不下去了 拿出手机播放了一段视频 是一段监控视频 视角是拍到我家的后花园 一个戴着口罩 穿着一身黑的男人在周围撒汽油 我一眼认出 那就是廖文 他整整到了十多桶汽油 倒完汽油后 他把桶全部放在自己的车上 然后点火就跑了 汽油撒的面积很大 火苗粘到他迅速扩张 仅仅是几秒的时间 房子就被熊熊大火包裹 而当时的我 正在家里给温雅煲汤 我永远忘不了当时 我有多痛 多绝望啊 看完这条视频的温雅 满脸都是绝望 眼泪流了满面 他不可置信地看向廖文 为什么 为什么要害死郑阳 为什么骗我 廖文低着头不敢看他的眼睛 我 我不过是太想活下去了 对不起他的一声 温雅狠狠给了他一巴掌 速度很快 快到警察都没反应过来 你想要心脏可以说啊 没必要害死他 我都说了可以给他人工心脏 然后把他的心脏给你 只是时间的问题 他马上就要答应我了 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啊 温雅气得不断用手打他 旁边的人听了这话 都看不下去了 开始指责温雅 天了 怎么会有这种人 让自己的老公把心脏给别人 然后安装人工心脏 这简直是我听过最离谱的事了 这比哑巴说话还离谱 真的不是人啊 如果是我 老子早就离婚了 更别说还给他做饭吃 温雅被这些话谴责的 只能把愤怒发泄在廖文身上 他打他的力度越来越大 廖文终于不再装了 一把推开了他 在这里装什么清高 如果不是你的功劳 我又怎么会成功 我只是放火烧死了他 可决定掏不掏心脏的人是你 我想过你可能会认出他是正阳 然后不会动手 可你这个和他朝夕相处了八年的老婆 没有认出 你直接动手掏了他的心脏 你甚至还在我面前说他是个小白脸 骂他呢 他去世那么久你才知道 你还配做一个妻子吗 温雅 明明对不起正阳的人是你 温雅因为廖文的话 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 他跪在我墓碑前磕头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害了你 我好后悔啊 正阳 你原谅我好不好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 我一定会认出那是你 可这时候再多的话 也显得那么无力和苍白 我飘在天空中 想起了我和他初识的时候 我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 那时候的温雅二十出头 是风华正茂的年纪 我对他一见钟情 那时候我心里就想 要是能娶到他 我一定好好对他 所以结婚后 我拼命工作 每天都是走得最晚的那一个 我记得我攒到 第一个一百万的时候 开心极了 我第一件事 就是问他想要什么 他却拿着这个钱 给廖文买了一套房 他对我说 他是我朋友 帮帮帮怎么了 又不是不还 你别这么扣我忍 忍到后来 他又把我攒下来的钱 给廖文治病 我又忍 忍到他在我死后 我亲眼看见 他捧着我的心脏 给了别的男人 廖文被警察带走了 判了死刑 而温雅在我葬礼那天过后 精神就开始出现问题 他嘴里总是念叨着 郑阳 郑阳 我要回家 可是我们的家 早就被一场大火烧没了 里面关于我的一切都没了 他只能去找成明 跪在他面前 成明 我求你了 你把郑阳的手机给我吧 我好想他 成明无情地拒绝了他 现在知道想了 早干嘛去了 我没有 我真的不知道那是郑阳 温雅哭得浑身发抖 成明 你看在我这么可怜的份上 帮帮我吧 我真的好后悔 如果可以 我想亲口对郑阳说一声对不起 成明不懈地冷哼 对不起有用的话 那我现在出去随便撞死一个人 就说句对不起 温雅 你就承认吧 你就是个渣女 吃着碗里看着锅里 你贪恋郑阳对你的好 又忍不住寂寞 要去找廖文 我没有 温雅大声反驳 你没有 成明觉得可笑极了 失笑一声 你以为我没查过吗 这一年来 你和廖文的开房记录 整整四十次 温雅 我真的不知道 你是怎么做到证件的 我就应该早点查出这些 这样郑阳就会和你离婚 也不会死了 我听得都震惊了 四十次开房记录 原来这一年来不回家 都是在赔料文了 我看着温雅 以前在我眼里 像公主一样的人 此刻变成了肮脏不堪的垃圾 太恶心了 我飘过去想打她 磕手直接穿过了她的身体 真遗憾啊 我死后才得知这些 如果不是成明帮我 大概我魂飞魄散的时候 也不会知道这些吧 温雅低着头 说不出一句话 眼泪啪哒啪哒掉在地上 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也许是后悔 也许是自责 但无论怎样 我都不想知道了 因为我早就放下她了 我希望下辈子不要再遇到她 温雅在成明带里离开后 像变了个人 她眼神充满恨意 从家里拿了一把刀 就开车去了一个地方 导航的地址竟然是廖文老家 廖文 我要让你一家人 都给我老公陪葬 她自言自语说着 加大油门冲去了廖文家里 温雅踢开门 我第一眼看到的人 是一个小女孩 和廖文有几分神似 温雅争住了 你是谁 这是屋子内冲出来一男一女 应该是廖文的父母 他们急忙解释 这是自己的孙女 温雅顿时恍然大悟 后退一步大笑了出来 笑着笑着 眼泪都掉了出来 她看着天空 大骂 廖文啊 你还真是给了我一个又一个惊喜 你他妈就是个畜生 我怎么就被你骗了 怎么就被你骗了 你他妈有女儿还来招惹我 让我没了老公 温雅发了疯的冲进去 喊完以后 他似乎是觉得还不够 跑到廖文的房间里 砸碎了他所有的东西 最后警察赶到 把温雅抓了起来 而小女孩被两毛口户在身下 活了下来 我看着这一切叹了口气 真是作孽啊 满脸是血的温雅 快被警察带上车的时候 他突然挣脱警察 向墙壁上冲去 然后头破雾流 他撞死在了廖文家的门口 最后 他眼眶湿润 看着我的方向说了一句 对不起 老公随着他这句话落下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轻 恍惚中 我听到有人说了一句 郑阳 你的怨念已散 尽快转世投胎吧 原来我死后一直没离开 是因为我对廖文和温雅二人 一直有怨念 现在二人都得到了报应 我也该离开了 我用尽最后的力气 飘到成民家里 我看到他找了个女朋友 正在一起吃饭 我笑着对他说了句谢谢 然后彻底离开了 第一章晚 第二章为了讨好竹马 未婚妻将我害死 孙潇潇靠着我 机身上层社会 名利双收 却一直对我怀恨在心 我死后 他迫不及待的 就跟他的竹马结婚 他们领证那天 为我退婚 又百般羞辱的青梅庄兰 狠狠撞死了 他笑着说 他死了 你们又凭什么活着 再次睁眼 我回到了我带着孙潇潇 去找庄兰退婚的那天 他的视线放在我身上 淡漠出声 决定了 要为了他跟我退婚 沈从决定了 你要为了他 跟我退婚 熟悉的声音 环绕在我耳边 我却久久没有回神 我还停留在 装完不顾一切 开车去撞孙潇潇的那一刻 他冲满脸惊恐的孙潇潇勾唇 他死了 你们又凭什么活着 也就在那时 我猛地明白 原来 我是一本书里 恶毒无脑的男配 喜欢上了家庭贫困的孙潇潇 还用他父亲的医药费 威胁他跟我在一起 可对此 他却一直怀恨在心 觉得我用钱侮辱他的人格 还有自尊 跟我结婚后 他和别人一起算计我的财产 公司 背地里又跟他的竹马 轻轻握我 纠缠不休 之后 他更是对我下药 让我活的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直到我录他所愿 自杀 他名正言顺 接管我的一切 成为一个白富美 美美的和他的竹马结婚 现在 我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我突然就放弃了 与我关系十分亲密的庄蓝 思绪拉回 我环顾四周 看到了双方父母 他们脸上的表情很难看 最后将视线定格在庄蓝身上 他坐在沙发上 紧抿着唇 今天是我庄蓝关系彻底破碎的日子 我们俩家是世交 经常在一起约着吃饭聚会 今天也不例外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我今天是来跟庄蓝退婚的 而且还带着孙潇潇 一见面 我就开口 我不喜欢你 我喜欢潇潇 庄蓝我们退婚吧 庄蓝吃笑了一声 上下扫了一眼 站在我身后的孙潇潇 嘲讽道 为了这么个上不了台面的女人 你就要跟我退婚 嚣张什么 你除了出身比我好些 还有什么 孙潇潇的背在无形中挺直了几分 像是给自己增加底气 庄蓝冷笑一声 神情淡漠 可不知好些 要不是阿聪带你过来 你以为你有资格站在这里吗 这句话无异于给了孙潇潇一巴掌 狠狠击碎了他切弱的自尊心 上一世 我看见他眼睛泛红委屈的模样 当场就跟庄蓝开思 维护他 你凭什么这么说潇潇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当初高中那个给我写情书的女同学 不就是你弄没的吗 你真是心如蛇蝎装蓝 你真是令我感觉恶心 潇潇说的对 你也就出身比他好一些 我冷着脸骂了他好多 他没反驳 就那么安静地坐在那里 抬头看着我 过了很久 他才缓缓开口 好 退婚吧 孙潇潇对上我的视线 冷言 沈大少 现在你满意了吗 我被你带回来又侮辱了一番 很开心对不对 回过神的我盯着他那张脸 墨帝笑了笑 满意 也很开心 不过 那也不算什么侮辱 蓝蓝说的 本就是事实 你这种女人 倒贴 我都看不上话音刚落 我就听到我妈开口 儿子呀 你可算正常了 而坐在沙发上的装蓝 猛地抬头看向我 眼睛里扣着一丝惊讶 你再说一遍 孙潇潇死死地瞪着我 吹在两侧的手 也紧紧攥在一起 声音难掩怒气 我满足他的要求 又说了一遍 你连蓝蓝一根儿头发丝都比上 我带你来 只是想戒戒我的未婚妻 他这个人 工作狂 总是忽略我 我嫌弃地和他扯开距离 皱着眉让他离开 赶紧滚 管家立马就过来请他离开 孙潇潇脸色抽到了极点 最后他撂下狠话 沈从 有本事你别哭着来找我 说完不满意 还又加了一句 就算你跪着求我 我也不会原谅你的 我是什么狠贱的人吗 普姓女 我快步走到庄蓝身边 一个弯腰把他从沙发上抱起来 就往外走 上一世退婚后我才知道 原来 他当时因为生理期肚子疼得厉害 却还是因为想见我 所以硬撑着回家 可我再见到他的第一时间 却是要跟他退婚 我真不是东西 我低头看了一眼怀里的人 却发现他一直在看着我 随后他的嘴角扯出一抹嘲笑 问 你这又是玩的哪一出 我莫第一正 心里莫名有些酸涩 我们以前关系十分亲密 可后来 我却因为孙潇潇 屡屡对庄蓝恶语相向 我开口向他解释 蓝蓝 我知道你生理期来了 肚子疼 忍一下 我们马上就去医院 他显然僵了一下 唇张了又张 却什么也没说 车里 一片沉默 我看向他 有些忐忑不安地问 蓝蓝 你是还在生气吗 他倾笑了一声 便转过头望向车窗外 我没资格听到他这句话 我的心一阵抽疼 上一世 因为剧情的强制 我爸妈无论怎么劝我 我都坚持要去孙潇潇为妻 我用家里的钱 是 不断给他谋前程 帮助他的公司 一步步做大做强 可那时 庄兰总是给孙潇潇下半子 抢资源 所以 我无比憎恨他 视他为眼中钉 之后我俩每一次见面 我都带着浓浓的恨意 去骂骂他 恶毒自私 蓝蓝我离他近了些 似不经意询问 你最近 有没有想我 我们 好多天没见了 庄兰文生看了我一眼 没吭声 气氛一度尴尬 又沉默了好久 我再度开口找话题 蓝蓝 这次怎么没见你给我带礼物 上次给你带的礼物 你骂我死皮赖脸恶心 扔了 他说完直接闭上了眼睛 偏头靠在一侧 显然不愿意再搭理我的模样 上一次 庄兰给我带回来一辆跑车 他把车钥匙给我的时候 淡淡说了一句 跟那种东西在一起 还不如跟车待一起 话里话外都在讽刺孙潇潇 我为了照顾他的自尊心 直接把车钥匙 甩到了庄兰的身上 愤怒开口 你能不能别这么死皮赖脸 恶心人想到这儿 我内心咒骂着狗屁剧情 写的什么反人类玩意儿 我小心翼翼地挪到庄兰身边 轻轻把他搂在怀里 再度出声 兰兰 其实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 气息喷洒在他细长的脖梗 耳边碎发被轻轻带动 沈聪 他末地睁开眼睛 看着我冷言 我不管你跟孙潇潇在搞什么 但是 别牵连我 我不想成为你们 配得环节他面无表情地推开我 我却一眼就注意到了 他发红的耳朵 你是不是害 再说话就下车 我闭上了嘴 乖巧地坐在他身旁 直到到了医院 下车之后 我跟庄兰的关系 已经缓和了不少 我正想弯腰抱他进医院的时候 突然在我耳边 出现了一道愤怒沉闷的少年声 沈从 我转身 孙潇潇的竹马 蒋思成的脸赫然出现在我眼前 他怒气冲冲地瞪着我 你是不是故意的 故意不救孙伯父 逼潇潇向你低头道歉 你怎么能这样 说着 他扫了眼我身后 眼眶刷一下就红了 可怜巴巴的 就跟我真的欺负了他一样 之前我们不是说好了 我离开潇潇不再见他一面 你就答应给孙伯父治病吗 你现在怎么出二乏 你还是不是一个男人 思成 孙潇潇从我身后 快步跑到他面前 将人紧紧护在身后 低着头对我轻语 沈从 今天的事 就算我错了好吗 你别怪思成和我爸爸以后 我一定会好好跟你在一起 好好听你话的 看着他低眉顺眼的模样 我才猛地反应过来 上一世 给孙潇潇致病的父亲 是我托庄家的关系 才请来的 我正要开口说什么的时候 庄兰踩着高跟鞋 跟我扯出距离 他眼睛带着些许嘲笑 我就说 你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关心 连我平时喜欢吃什么 都不在乎的人 又怎么会知道我的生理气 沈从 你真的 真的知道怎么给人下刀子 庄兰表面云淡风轻 可眸光中的光亮 却在一瞬间湮灭 那双锤在身侧的手 微微颤抖着 他现在就像一个破碎的娃娃 我的心猛得一揪 下意识反驳 不是这样的 他没有理会我说的话 只是抬起下河 扫了眼孙潇潇 故作云淡风轻 别又当右利的 看不起我就拿出自己本事 给自己父亲治病 带着我的未婚妻演戏达目的 你也真是够有脸的 孙潇潇面露阴狠 咬牙切齿的说了句 不就是有钱了一点吗 总有一天 我会比你更有钱 把你踩到脚下 装弯转身进了医院 连一个眼神都没有再给他 我正要去追的时候 却被孙潇潇拽住胳膊 沈从 他眼角泛着红 一副他知道错了的模样 放开我 恶心我甩开他的手 就去追装弯 孙潇潇一脸不可置信的 愣在原地 这是以前 我从来不会对他做的事 反应过来的他 还想再说些什么 沈从 我 我直接打断 冷言 你既然一直觉得 我用钱羞辱了你 那你就挺直腰板告诉我 你是有自尊的三天之内 先把我给你父亲治病的 那一百万还给我 让我看到你威妖的自尊 我一路跑着追上了装弯 兰兰 你听我解释 他一把推开我 面色清冷地打断我的话 沈从 我的确喜欢你 但这不代表 我要三番两次地 为你小女友无底线退让 跟他没有关系 说着我已经将人 强硬地抱在怀里 兰兰 我是真的因为 你肚子疼才来医院的 他的唇微微动了动 还是什么也没有说 医生说 他生理期这些天 要好好休息 不能吃冷的凉的 要保持心情愉悦 出来后 我带着他去吃饭 全程不让他操劳一句 只管放松享受就好 直到吃完饭结束后 他慢条思理地 写下一串号码给我 张医生的电话 你一直想要找的权威专家 我的目光放在那张卡片上 忽然反应过来 原来他一直觉得 我另有所图 现在 我们两亲了 我不想下一次 你又为了他来求我的时候 翻出来这件事 然后 都说跟我吃饭 真恶心沈从 我不是没有心 我也会感到难过 他没眼清冷之处 难掩一片哀伤 他说的这件事 发生在四个月前 孙潇潇的公司出了点问题 必须要难到 南海那个项目 才能起死回生 可碰巧 庄兰是他的竞争对手 于是我就去求他 让他把这个项目 让给孙潇潇 我带了礼物 还带他去外面吃了一顿饭 在他最开心的时候 我问他 你能不能放弃 南海那个项目 潇潇他是真的需要 只一瞬间 庄兰的笑就僵在了脸上 你做的这些 都是为了你的小女友 庄兰 他真的很需要这个项目 你现在已经这么有钱有权了 让给他怎么了 而且他的能力很强的 庄兰沉下脸 打断我的话 他要是能力强 为什么要你来说服我放弃 沈从 我今天也明确告诉你 事关公司的利益 我不会退让半分 他起身就要离开 我不由气的破口大骂 要不是因为潇潇 你以为我愿意来找你 你都不知道 跟你坐在一起吃饭 我有多恶心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眼角流出了眼泪 原来我以前这么混蛋 沈从 你其实没什么好委屈的 从今往后 我们互不相欠 互不打扰 婚事 我会跟 我不想听到他说退婚那两字 直接起身吻上了他的唇 轻巧又带着几分试探意味 摸缩着 辗转着 直到他套在我怀里 微微喘息着 我紧紧握着他的手 低头又轻轻吻了吻他额头 兰兰 我不想退婚 真的不想退婚 之前那些跟孙潇潇有关的 并不是我想做的 我也是真的担心你的身体 所以才来了医院 他垂下眼瞼 掩盖住眼中的情绪 尼南 这是你的新招数 我听着心里一阵酸涩 兰兰 别不信我好不好 我说的是真的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他抬头 与我四目相对 我抬手将他的碎发 别在耳后 温柔说了一句 我很清楚的知道 我现在是在干什么 兰兰 再信我一次好不好 让我履行18岁那年的承诺 我微浮身 在他耳边轻语 我想跟你一辈子 在一起这句话 就像一把烈火 燃烧着我与庄兰的 所有理智 直至殆尽 18岁那年 我的生日 那天 我喝得醉醺醺的 我拽着庄兰 去我的房间 神秘兮兮问他 你知道 我许了什么愿 他摇摇头 满眼温柔 我轻轻一笑 将人扯到怀里 迷糊间 我好像在他手腕上 抓到了什么 好像是一条手链 但很快 我的注意力就被分散了 你醉了 阿丛 我没醉 兰兰 我刚刚许了愿 我说 我想跟兰兰 一辈子在一起 永远不分开 我的话还没说完 唇变被封住了 很柔软 很奇怪 可更多的是 无可自拔 直到稳到无法呼吸 我红着脸站在一旁 呼吸微微急促 庄兰却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阿丛 你真的没醉吗 我晃神间摇了摇头 没有 我说的是真的 那我们再做些 更真的事情好不好 那时候 我一度以为我们会结婚 然后生儿育女 最后白头到老 共度余生 可是 在我遇见孙萧萧后 就像被灌了迷魂汤一样 不受控制地爱上了他 最后气和剧情走向 自从那天吃完饭后 我跟庄兰的感情 好了很多 但最近他要去国外出差 两三个月我们不会见面 所以我不停地给他发消息 给他打视频 证明我真的是真心的 我知道快到他生日了 我准备去给他买礼物 给他一个惊喜 可是没想到 我在那里遇见了孙萧萧 他身旁还跟着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叫赵紫棋 上一世 就是他搞垮了庄兰 同时把沈家逼上了绝路 这次 他们又在一起了 我担心庄兰 于是头目跟在他们身后 很庆幸 今天自己戴了鸭舌帽和口罩 庄兰已经去米国了 他根本没有发现 那个项目有问题 赵紫棋说着他最新得到的消息 呵 我本来还以为 他是什么很牛的人 也不过如此 孙萧萧嘲讽一笑 继续道 继续盯着他 这次 我不仅要他公司 我还要他的命 怪不得上一世 他能击垮20岁 就接管了家族事业的庄兰 原来是因为他背地里 用了下三滥的手段 我原本想直接问 庄兰那个项目是什么 可是又害怕剧情的强制影响 推动上一世 他的悲惨命运 所以我决定 卧底到孙萧萧身边 打探底细 我当即买了一份排骨汤 去医院看望孙伯父 然后等着孙萧萧过来 他一看见我 就沉下脸 不跃出声 你来干什么 我压着心里的嫌弃 走到他身边低头认错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萧萧 之前我说的话太重了 他好几天都没跟我说话 为了不引起他的怀疑 我努力回想着 之前我是怎么当舔狗的 萧萧 你别不理我好不好 我当时也是太生气了 那天在医院 想撕成那个狗东西 居然敢对我大喊大叫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不好 孙萧萧眼底掠过一抹厌恶 但被他掩饰得很好 可依旧没有松口 于是我又说了 我请了专家为伯父治病 我还对他说了 关于庄兰最近的消息 他才对我的态度有些转变 你刚刚说 庄兰去美国出差搞项目了 我点点头 他去搞什么项目啊 他想探庄兰 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而我也装着 跟他关系恢复变好的样子 最后我也终于等到 他带着我去参加 他和赵紫棋等人的饭局 去之前 我有些心虚 但更多的是 害怕让庄兰误会 所以 我给他打了一通电话 但他手机关机 我犹豫着 可最后还是决定去了 我觉得这是个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他们把饭局 约在了K大酒楼 房间内 赵紫棋跟我示好握手 很高兴认识你 沈先生 我最近正跟萧萧合作呢 上一世 就是他帮孙萧 孙萧给庄兰公司一个重创 收购我家的产业 如今 我只能忍着心里的厌恶 跟他道好 聊了一会儿 他有意无意的 跟我谈起庄兰 他说 沈先生是不是还跟 装饰继承人 庄兰小姐订过婚 只是他一厢情愿而已 我讨厌死他了 他总是刁难萧萧 我怎么会愿意跟他订婚 恶心的玩意儿 就算他跪着给我提鞋 也不配说着 我看向孙萧萧 装得很深情的样子 但其实 说这些的时候 我脑子里想的全是他们两个 所以 我的恨意十分明显自然 引得其他人开怀大笑 沈先生真是有眼光 庄兰大的贱人 的确比不上我们 潇潇赵子齐说着 便向我靠近 语气里带着几分试探 只是不知道 沈先生放不方便 跟我偷一下庄兰的底 他去米国干什么 他呀 去米国 我呕的一声 吐了 我其实很少碰酒 现在虽然没醉 可胃里却是不大舒服 我说了抱歉后 就起身去了洗手间 可刚推开门 便听见一道熟悉的声音 我顿时一个机灵 清醒了 阿丛演得真好 灯光这么暖 照在庄兰身上 却冷得刺骨 他表情很平静 看我的眼睛 也全是冷漠与淡然 就好像我们是陌生人 我的心猛的一缩 手也直接僵在了半空 他误会了 兰兰 别这样叫我 我不配 我连给你提鞋都不配 他的一字一句 就像一把刀剑 一下又一下地插进我的心里 我想再次解释 可他的目光却看向我身后 轻笑一声 想知道什么 大可以当面问我 我陪你们玩啊 玩到底 怎么样 他说得漫不惊心 眼神却莫底一变 灵力逼人 他气质本来就出众 如今大漠清冷 更是衬托着别人像个小丑 只会耍阴招的 小丑扔下这句话 他转身就离开了 孙潇潇猛地 把手里的酒杯摔在地上 眼里迸发着浓浓的恨意 骁傲什么 总有一天 我会把你踩在脚底下 永远不得翻身这个贱人 我真想动手打他 但我还是忍住了 硬扯出一抹笑 我过去看看 看他有没有发现 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 说完 我就跑了出去 还好追到了 他刚上车 我急急地敲他的车窗 不停地喊着他的名字 过了一会儿 他降下车窗 淡淡地看着我 我开始解释 兰兰 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 他们想对你不利 我只是想从他们口中打探出来 庄兰看我的眼神 静得像一潭死水 我剩余的话 墨地哽在喉头 他两手交叠 从容地靠在座椅上 唇微微勾起 好像我说的是什么 天大的笑话一样 说不下去了 我听你说他眼神淡淡 轻笑了一声 继续说 你想说 你是因为喜欢我 太担心我了 所以才跑到他们身边演戏 是不是 焦急与慌乱似海浪一样 一阵又一阵地 从我心底上涌起 但我却强装冷静 兰兰 我知道你不信我 可是我说的就是事实 而且孙潇潇 他没你想得这么简单 不然我也不会 阿从他打断我的话 与我四目相对 一瞬间 我似乎看到了 他眼中的失望于落寞 你不能仗着我对你喜欢 就一而再 再而三地欺骗我 玩弄我 我们的关系 就到此为止吧 他没有再说其他的话 也没有再听我的解释 他直接关上了车窗 走了 留我一个人站在那 上一世 庄兰各种提醒我小型孙潇潇 说他不是个简单的女人 可我却怎么也不相信 甚至还骂庄兰小人 你才是个谎话连篇的女人 潇潇可比你单纯多了 那时的她 一副受伤的模样 我没有再 我失落地走在大街上 他把我拉黑了 联系不上 我也去了他常待的公寓 他也不在 我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乱晃着 忽然想起 他还有一个经常待的地方 我来到他的公司楼下 所有灯熄灭了 可最顶层还亮着 我心下一喜 却又莫名有些紧张 我在电梯里整理了一下的样子 嘴角扯出一抹笑 尽量保持很甜美 装兰的办公室在49层 隐私性很好 安全性也很高 别人是不能轻易进来的 但我除外 我推开门 并没有发现他的声音 可却听到了卫生间 传来细微的声音 空中还弥漫着一股血腥味道 我连忙跑过去 急气地敲着门 兰兰 你在里面对不对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受伤了 我脑子闪过前世 无数的剧情片段 就在我准备破门而入的时候 他开门了 你来干什么 他冷淡的声音响起 你受伤了兰兰 我们现在就去医院 我担心地看着 他流着血的胳膊 我想去抱他 却被他毫不留情地推开 我不再理会他的话语 直接几个胯部 把人扛了出来 轻轻放在床上 你干什么 沈从 你觉得我能干什么 他紧紧猝着眉 很疼 他眉头松动了几分 开口 你过来就不怕你的小女友吃 我不想听你说他 我俯身直接吻上他的唇角 温热的掌心扶着他的后脑 无形的火苗似乎越烧越烈 两久 才结束 我微喘息着 低头又轻轻吻了吻庄兰 他双眼迷离 眼底充满尘暗欲色 手紧紧搂着我的脖子 却还是艰难问我 你又是为了孙潇潇 当然是为我们含糊不清间 唇齿已然再次相贴 我们和好了 不只是因为亲密的关系 还有 上一世发生的事情 以及这是个剧本世界的事 我都跟他说了 兰兰 我不想你像前世一样 不会的 阿从 我不会变成那样 你也不会他紧紧牵着我的手 眼神坚定地看着我 那一夜 我好像又梦到了前世 因为孙潇潇 我与庄兰的关系 一度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每次见面 攻击他 打压他 可即使如此 他的手腕上依然带着一串手链 我还在世的时候 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些 直到 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不计一切 要与孙潇潇同归于尽的时候 我忽然就想起来了 那串手链 是18岁的沈从 送给庄兰的最后一件礼物 醒来之后 我便检查他的伤口 你实话跟我说 这是怎么弄的 他轻轻拨弄了一下我的头发 语气装作轻松的模样 答非所问 没事 小伤 过几天就好了 兰兰 我紧紧握着他的手 是孙潇潇干的 对不对 在我逼问下 他叹了口气 承认了 他去考察项目的时候 出了意外 而这个意外 跟孙潇潇脱不了干系 这几天 我跟庄兰一直心领不离 亲密无间 但我又想起了前世的剧情 我对庄兰说 这段时间 孙潇潇可能会抢走 他手上的一个重要项目 兰兰 我再去他身边打探一下 庄兰忽然侧身看了我一眼 眼底的情绪太过明显 我立马补充解释 你别担心 我就是去看看 我晚上会回来的 孙潇潇的公司 离这儿也不远 不过 他要是没有我的帮助 也付不起这个地段的房租 我刚进去 就看见蒋思成站在他身旁 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孙潇潇也靠得很近 两人之间暧昧极了 前世他们就总这样 为此 我跟孙潇潇大吵大闹了好几次 我歇斯底里的 快要被他逼疯了 可他却不嫌不淡地站在那里 眼神厌俊地看着我 我现在肯定放下身段 去求他原谅 然后给他提供 只有我能给他的东西 证明我的价值 我微低头 目光逆向他 我家最近在搞一个项目 本来要跟庄家合作 但我想跟你合作 孙潇潇的眼睛亮了亮 他感兴趣了 可是需要的资金很多 我要先看看 你能拿出多少 晚上我去找庄兰 跟他大致又说了些剧情 又说 他现在好像跟那个 混黑道的良性合作了 剧情提前了 上一世 他的良性是五年后合作的 庄兰靠在我怀里 把玩着我的手 漫步惊心道 他现在没了找紫棋 当然要再找条大船 我一愣 面露疑惑 他倾笑地抬头 亲了亲我的下河 赵紫棋在米国的那个项目 做了假账 动了手脚 已经被捕了 蓝蓝 你好厉害 我眼里带着些许崇拜 他从我怀里起身 去翻看资料 我紧紧跟着他 向他的一条小尾巴 阿聪 这些事情我能应付得过来 你之后 就不要参与了 很危险 我不怕危险 可我害怕失去你 对上他坚定又神情的眼睛 我的心末地跳快了几下 你跟我说 我前世 选择跟他们同归于尽 如果没有办法 我是不会做出那样举动的 我又做梦啊 我梦见前世孙潇潇 跟良心的儿子走得很近 我失心疯了一样 把良心的儿子良猛绑架了 可最后我却又落到了良心的手里 差点死了 最后还是一脸阴沉的孙潇潇 带我离开 这也是 我觉得他心里有我的一个原因 但画面一转 我看到了庄兰 他在与良心谈判 而桌子上散落着一张又一张 我被人暴打的照片 庄总 还继续考虑吗 庄兰扫了一眼桌子上的照片 但莫开口 放人 合作良心听此开怀大笑 庄总 很聪明 就是可惜 你要是来我良家做儿媳 该有多完美庄兰态度疏离 但但回了一句 配不上贵公子坦离开后 良猛跟孙潇潇进来了 我可比那个无脑的东西 好上太多了 他怎么会喜欢上那个蠢货 良猛看向孙潇潇 姐姐 你什么时候甩开那个蠢东西 跟蒋四生结婚呢 画面最后一转 庄兰开车狠狠撞死了他们 与此同时 良家所有人也被一场大火烧死了 原来 孙潇潇是良心的私生女 原来 钱是因为我 庄家不得不踏进黑色生意领域 原来 她走投无路 也都是因为我 我醒来 紧紧抱着身旁的庄兰 跟她说这一切 她爱抚地拍了拍我的后背 一切由我 后来 在我的刻意推动下 沈家跟孙潇潇合作了 良心也参与了 但他们现在能力有限 所以项目到尾部的时候 他们留下了不少破绽 这些都被庄兰收集了起来 做成了证据 但最近 她都没有联系过我 再次见面 她跟良猛一起从公司出来 良猛亲密地搂着她的肩膀 我坐在车里 半开着车窗 庄兰却只是淡淡扫了我这边一眼 眼神淡漠的像个陌生人一样 但是我确信她看见我了 良猛又往她包里塞了一封信 才笑着离开 我心里泛起一阵阵酸意 我忽然就明白了 上一世庄兰心里的感受 在良猛走后 我去了她的办公室 我走到她身后 直接圈进怀里 吃味道 跟她这么亲密吗 她低笑了两声 转身吻上了我的唇 一触即发 直到烈火渐渐平息 她轻轻瞬息着我的耳垂 呢喃了一句 你才是最亲密的良猛给庄兰的信 是邀请函 我也有一封 庄兰不要我去 可是 我如果不去 会引起他们怀疑的 毕竟按照上一世我的性格 那么粘着孙潇潇 时间飞逝 很快就到了良猛生日这天 只是没想到 蒋思成也在 他像是故意挑衅炫耀一样 站在孙潇潇身边 故意挺直腰板朝我看来 我懒得搭理他 这么个垃圾活 我才不要 我环视了四周 发现都是上一世 跟孙潇潇有合作的人 但他们提前出现了 也许是因为我 推动了剧情的发展 就在我思考的时候 良猛出现了 庄兰揽着他的胳膊 笑得一脸甜蜜 我却还得装作 一脸不喜欢的模样 神情勉强至极 良猛带着庄兰走到我面前 笑得得意张扬 沈先生合作愉快 听说沈先生跟兰兰跟熟 还定过亲 什么东西也配叫兰兰 我正心里慢骂着 庄兰扫了我一眼 单单道 玩笑而已 何况 沈先生心里已经有人了 我们现在 可没什么关系 虽然知道他在演戏 可是我心里还是不爽 却又不得不从牙缝里 挤出几个字陪他演戏 算你现在实相 许氏良猛看到了 自己想看的场景 又带着庄兰走了 我四处游荡寻找孙潇潇 终于在阳台看见了他 他在打电话 紧紧皱着眉 很生气的样子 不知道遇到了什么事 就在一起进行顺利的时候 突然停了电 全场一片漆黑 紧接着我就听到了枪声 我下意识想到了庄兰 他会有危险 但我又想起 之前他跟我说的话 可能这是他的安排 我保持冷静 慢慢移到一个角落 寻找出去的机会 可突然一个人 拽住了我的腿 大喊着 老大 警察来了 我们被发现了 我低声咒骂了一声 来不及躲 一个红点照在我的脸上 阿丛装完直接将我扑到在地 子弹擦身而过 他救了我 可现在不是温情的时候 他拽着我的胳膊就往外跑 经过转角的时候 我的右眼皮莫地跳了一下 我有一种不好的直觉 果然 下一秒我的头 就被孙潇潇拿着手枪指着 他眼底满是愤怒与憎恶 沈从 你真是虚伪 你不是说爱我吗 既然爱我 为什么要毁了我 你就应该像一条狗一样 任我屈前 任我忽来换去 而不是一边高高在上的可怜我 一边说我有多爱我 你真让我恶心 被一个曾经杀死我的女人这么谩骂 哪怕她用枪指着我 我也忍不了了 孙潇潇 你一边憎恨我用钱帮助你 你一边又想要继续接受我的好处 而我还要理所当然地接受 你的舔狗批我 我是什么狠见的人吗 你要是真的恶心我 就别踩着我的资源上位 没有我 你开个屁的公司 没有我 你连一个资源都拿不到孙潇潇 没有我 你就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 你懂什么 孙潇潇咬牙切齿地说 你们这种一出生就在罗马的人 没资格说我 我还想回队的时候 庄兰开口 你这种只会怨天尤人的 出生不会改变什么 你闭嘴 闭嘴 庄兰不仅没有闭嘴 还继续语言攻击他 骂他是废物 直到他再也控制不住 他要开枪 我却猛地被庄兰推在一旁 我大喊 庄兰可下一秒 庄兰唇角勾起一抹笑 孙潇潇的枪 没有子弹 原来这些天 庄兰一直在想办法 搭上梁猛这条线 最后配合警方拿下他们 而他们 不会在有重见天日的时候 包括孙潇潇 至于蒋思成 会被判几年 尽管我知道庄兰是卫武 可我还是生气 你知不知道 你扑向我的时候 我的心脏几乎瞬间 停止了跳动蓝蓝 你 不等我说完 他直接吻上了我的唇 辗转缠绵 他说 他就是想知道 剧情会不会强制让佩局下线 他提前换了孙潇潇的手枪 如果按照剧情走向 无论什么方法 孙潇潇应该是能杀死他的 可是你要是真的死了怎么办 那他就杀人了 阿从 他犯了死罪 你也就不用担心 自己的生活里会再出现他 被他欺负 你怎么这么傻 蓝蓝我低头重重肯咬了他一番 以后不准在这样那天 我们纵情到底 沙发 阳台 洗手间 紧紧相拥 我又做梦了 我梦见了高中的时候 那个给我送情书的女孩 他和几个混混站在一个胡同里 你确定他会来 确定 我给他写了情书 即使他要拒绝 也会过来找我当面说清楚的 那个女孩脸上露出阴险 到时候他来了 你们就动手 他是沈家的独生子 能敲上一笔 我们五五分在后来 画面一转 庄兰身后跟着几个保镖 面目清冷 穿着一身高中校服 逆了一眼趴在地上的那些人 三小时内 给我滚出A式 不然 你们的狗腿就断了 庄兰说完从兜里掏出响灵的手机 电话那边传来我的声音 兰兰 你是不是还没到学校 你帮带份范呗 我不想吃学校的 最好辣一点 那我要是到了呢 庄兰眼底含笑的拿着手机问我 啊 你学习那么好 吃一些来也没关系 要不你再跑一趟 兰兰 我试探的语气 任性的要求 却被一声声好 无限包容 我睁眼 紧紧抱着庄兰 我已经丢了他一次 不能再丢第二次 全文完